最近在俄罗斯的媒体上 特别是在自媒体上 热烈讨论两件事 都是和中国观众比较关心的 俄罗斯的意识形态有关 一件事是俄罗斯的罗斯托夫市 拆除了一个人的纪念碑 这个人的名字叫弗兰戈尔南爵 简单理解 这小子相当于中国那个汪精妹 那另外一件事在捷布斯克市 树立斯大林的纪念碑 俄罗斯共产党的主席叫九加诺夫 我在莫斯科红场 我曾经见过他 和他的小孙子 关于这些事情 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九加诺夫同志 讲话认为 这种事情反映了俄罗斯的 一种社会的动向 就是向社会主义回归的趋势 俄乌网等俄罗斯媒体最近 竟相报道这两件事 并且给出了一些引导性的分析 我说这个俄罗斯的汪精卫 这弗兰戈尔南爵 原来是俄罗斯帝国的军官 沙俄帝国军官 参加过日俄战争 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那不是保卫俄罗斯吗 算是对国家有功的 但是十月革命爆发以后 他跟列宁对着干 他加入了白卫军 并且被击败 逃到土耳其 后来他又流亡到法国 因为得了伤寒病 死在比利时布鲁塞尔 为什么要讲他 那就是因为在俄罗斯内战期间 他是白军当中 最残暴的头目之一 杀了很多红军士兵 杀了很多俄罗斯的老百姓 所以有人给他立雕像 就引发了社会的强烈的反感 你今天你在中国 你立一个王金威的塑像 你试试 无论以什么名义 第二就是在维杰布斯克 树立斯大林的纪念碑和塑像 这件事情俄罗斯人支持的 但是也有个别人反对 反对者当然是残渣余念 当然是今天站在乌克兰立场 也其实就是美国和北约立场的 俄罗斯的一些 今天中国的词叫做有公知倾向的人 那些人还拿起法律武器 向法院提起诉讼 但是俄罗斯地方法院 说住斯大林的像 这是合法行为啊 你们要求拆除 没有拆除斯大林纪念碑的理由啊 尤其是现在俄罗战争在打响 我们高唱的爱国主义主题歌曲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苏联亡党亡国30年了 在苏联亡党亡国之前一段时间 就赫鲁布小夫秘密报告之后 斯大林被描绘成一个十恶不适的暴君刽子手 说傻人如马等等等等 随着社会情绪逐渐稳定下来 随着西方的泡沫 俄罗斯人开始以为是要把共产党推翻了亡党亡国之后 咱们就变成美国西海岸那种幸福生活 但是融入西方的泡沫泼灭了 特别是社会生产力极度破坏 极度下滑 老百姓生活困苦 甚至参加过二战时期的满身英雄勋章的老英雄 靠变卖勋章来过火 尤其是俄罗斯那帮寡头 瓜分了国有资产 一个个过着交涉人意的生活 他们成了人上人 过去在苏联时期 那种深入人心的平等的意识 就变成了愤怒的火焰 可是你改变不了现实 社会经济基础已经变了 所以老百姓只好把这种火焰 咽回去变成无奈的叹息 普遍的情绪是 人们怀念斯大林的种种好处 因为说到斯大林至少两条 没有人能够否认 一是斯大林接手这个国家的时候 农民还扶着木铃 当他撒手人寰的时候 俄罗斯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国 与美国并肩而立 而且在他死后不久 俄罗斯就卫星上天了 核武器列阵了 还有一个斯大林的历史工具 就是今天在俄乌战争的时候 俄罗斯人不断地会想起这件事情 当时希特勒兵临城下 希特勒那些士兵已经把 红场阅兵的礼服都准备好了 没想到斯大林元帅冒着生命危险 红场解约照常进行 那些在红场接受过解约的士兵 他们昂扬的斗志 一直到前线 最后取得了二战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一直打到柏林 而那些接受斯大林解约的青年士兵 很多人都没有回来 斯大林的政治遗产 在俄乌战争当中 现在看是越发成为 激发俄罗斯人民斗志的精神的源泉 红场阅兵 那万众欢呼的 乌拉 乌拉 斯大林元帅威风凌凌的形象 再一次浮现在俄罗斯人民的眼前 俄共中央用一句话来概括今天 俄罗斯 他们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俄罗斯 九加诺夫主席 共产党的主席表示说 俄罗斯的政治必然向社会主义倾向 就是必然走向社会主义 他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 俄罗斯总统弗拉吉米尔普京 将不得不承诺 组建一个更受人民信任的政府 代表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这种政治取向 不就是社会主义吗 俄罗斯人民经过三十多年痛定思痛 绝大多数人向往社会主义 怀念社会主义 随着中俄交往的密切 俄罗斯人非常羡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形象 其实我们也有我们的问题 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取得了这个成功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很多人羡慕中国社会主义 我接触的很多俄罗斯的朋友 他们说到中国的社会主义 他们都说 俄罗斯人当时应该走中国人的路 九加诺夫主席的观点 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同情和支持 俄罗斯广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 德米特里·阿格拉诺夫斯基 强调说 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倾向是必须的 就像在2022年 我们不得不开始限制寡头们的欲望 以为战争的需要 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 摆脱叶利钦的政治遗产 叶利钦的事我就不解释了 否则的话这期节目会很长 但是您能够想到 在这样的结论下面会有很多内容需要不足 在俄罗斯现行的社会制度下 满足一部分寡头的穷士给予 俄罗斯国家承受不了 也没有办法抵御来自美西方的压迫 所以现在的俄罗斯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需要人民更加紧密的团结起来 你也不能说人家寡头就不爱国 但是寡头们觉得多数的情况之下 并不总是和人民的利益一致 格拉斯莫夫斯基认为 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派别目前被压制 你看看议会中的代表数量 以及共产党在选举中所获得的 所谓社会主义苏联的社会民调的数据 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到目前为止 在俄罗斯的议会当中 除了代表大资本的人以外 其他力量的代表都很少 2024年美国大选 俄罗斯也大选 俄罗斯三月份 早些时候 九强诺夫表示说 俄罗斯共产党将在12月23号 提名一个国家利益政府的候选团名单 昨天俄罗斯媒体报道说 俄罗斯可能提早开始大选 在苏联解体之后 三十几年的社会动荡动荡再动荡实践证明 即使是那些远离政治淡化政治 觉知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 也没有办法改变政治 对他们实际生活的影响 所以试图淡化政治 主张淡化政治本身 便是一种激进的政治主张 各位 虽然我们现在说的是俄罗斯的事情 但是大家想一想 俄罗斯对中国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 俄罗斯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无论正面的影响 还是反面的影响 今天俄罗斯和中国 有这样全面合作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一日移密切 外来的力量将中俄两国 紧紧的粘合在一起 今年年底还没到 提前完成了贸易额 两千亿的目标 但是俄罗斯的社会 意识形态动向 我们好像了解的比较少 今天我跟各位 就浅浅地介绍这么一点 您有没有觉得 某些事情不免联想起 中国意识形态 舆论场的斗争来 感谢收看 再见 再见